这一年议考时 议考大军寺春运 真跟那个春运时候火车站一样 上万名学生啊 跟着家长背着大包小包 涌进校园报名面试 来参加议考那感觉 个个都以为自己是为艺术而生 我的穿战先言是 书三大马我来了 我不要做大马我要做大姐 我小时候可不行 干这些事啊都属于不好好学习 除了被老师骂呢 就是被家长骂 还剩下的呢 就是让街风笑话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 我的音乐老师弹钢琴弹的特别好 每次呢上音乐课呢 听他弹钢琴啊 我都听得沉醉 哎呀入语一样 紧接着翩翩起舞 不能自拔 我现在像我这样的孩子 会被老师表扬有音乐细胞 是个好苗子 那时候不行啊 老师批评我是一个老鼠屎换一锅汤 我小时候还喜欢唱歌 没事就在家唱 老唱出事 我妈嫌我吵啊 我爸嫌我烦 挨了好几顿打 美术啊 乐器什么的 我也想学 学了一个月 老师啊 连学费带我 全给我爸退回来了 没别的原因 就是说呀 他一看见我心情就不好 没法上课 还影响他创作 您去我们胡同打听打听去 我年轻的时候 是个文艺青年呢 天天背着把吉他 腰里还别着副快板 出来进去 当然了 两样都不会 就是喜欢那种文艺范 那些年我报考过 好多的艺校 大的小小 一百多个呀 一个也没考上 一直考到最后一年 我报名的时候啊 管报名的老师问我 你是考生 还是考生他爸爸呀 长成这样 还敢来考试 我说我长得丑 我可以演丑角啊 老师说你有这时间 不如回家好好复习 考个好大学 我心说 能考上大学 我还来这考什么艺校啊 面试那天 人多呀 排队 从上午排到下午 终于轮到我了 我一进去啊 我跳了个舞 这几个老师啊 交头接耳一会儿 问我跳的是什么舞 什么流派 他们从来没见过 我说我自己编的 这样显得有心意 老师问我会不会唱歌 我说当然会了 下面呢 我就给大伙 唱一个群星连唱的歌曲 我们一家都是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老师打断 我不让他 说听着歌名啊 甚至不 老师问我还会什么 我说我会朗诵 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北京的土 我生情并茂 朗诵到第四行 发现朗诵没过关 老师啊 把我批评了一顿 说艺考才艺很重要 文化课也一定重要 我刚才朗诵的那首诗啊 他知道不是北京的土 是北京第一诗 赞美低歌的一首诗 最后呢 老师让我演了个小品 我演了一场内心戏 把我这么多年来啊 艺考的经历 渴望紧张痛苦绝望 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了 演得太投入了 演完了我哭得 剃不成声 泪流满面 几个老师商量一下啊 认为我考艺校不合适 建议我去哪个节目组啊 问问要不要观众 说我哭得特别好 适合当观众 就这样呢 我的艺考生涯结束了 中国文艺界少了一颗巨星 你看看 像我这么优秀的都不要 所以艺考啊 不是艺考 话说回来了 艺校要是那么容易就考上 那我们的艺术也太不值钱了 关于方清瓶最新的象征视频 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 您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瓶这三个汉字 或者输入PINID 方清瓶666 就可以关注到 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瓶的象征视频 音频 做一节目 以及您没看到过的 关于方清瓶的一切视频 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瓶 我在这里等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